各位新浪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热点板块解析栏目 现在是2022年1月18号 晚上接近11点钟 今天晚上美股又出现了一个大跌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7% 标准普尔包括道琼斯都是下跌超过1.5% 但是-10A50股指期货并没有下跌 这其实也说明了近期A股的整个走势 根于美股之间的联动性是已经越来越弱了 但是每一次都容易发生A股市场当中的一股力量 会借由美股出现下跌的时候呢 去通过做空A股的上纵为一个护生300方向 以用于金融衍生品的对冲 那么明天会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我们认为概率比较低 因为1月份中上旬的时候啊 整个上纵50护生300都已经大跌过了 目前要走的是一个反弹的行情 一开始是打爆多头 接下来是容易去打爆空头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晚上美股的整个走势 不容易影响明天A股的走势 这也是A50股指期货反而小幅度上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来看一下布伦特原油 今天一整天是一直创新高的 这个方向的走高呢 它有利于A股当中的大宗商品周期股 重新开始走强 我们也来看一下国内商品期货的一个变化 国内商品期货当中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又是呈现出了一个集体上涨的走势 无论是石化能源还是基本金属方向都走得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护锡主连果然是再创了历史新高 我们在昨天晚上就讲到 目前基本金属啊 是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格局 尤其是护锡方向 护心方向呢 也已经开始走出了一个缓慢上升的模型 我们再来看一下护铝板块 经过了几天的调整 目前好像有望又将再度向上走 基本金属走强 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化能源方向 历青已经创了一个新高 历青我们知道这是跟整个石油相关的 石油提炼之后剩下的历青 创了新高 原油也是向新高进化 动力煤今天是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上涨 昨天的时候动力煤是上涨了6.6% 涨幅比较大 然后今天继续上涨 动力煤感觉是迎来了新一轮的上涨 这也跟我们之前讲过 整个石化能源方向原油大涨了 自然就会轮动到整个煤炭板块 所以说焦煤包括焦炭也都是上涨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一直看好的铁矿石方向 果然是今天彻底占上了半年线了 今天是大涨了4.26% 从之前我们最开始从去年12月初的时候 讲铁矿石当时的价位是在600多 目前已经是涨至了730多 涨了差不多得有130块钱左右 并且缓慢继续向上走 除了这个方向我们来看一下化学原料方向 化学原料方向今天甲醇阻联也是大涨了4% 然后玻璃组联纯碱还有包括像橡胶尿素 都是出现上涨的 所以说石油作为工业之母 它的一个上涨也就带动了石化能源 包括化工原料等等方向都出现上涨 这就有利于A股当中的周期股重新走强 这个观点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有在讲 好讲完了整个商品期货方向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的ETF基金 ETF基金当中分为三个点去讲 首先就是跟各纳指数相关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目前 像这个纳指 哎呀纳指的这一个ETF 今天盘中出现了一个大跌 直接到2.811 目前是3.4是不是出现乌龙指的 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一个恒生方向 出现连续的调整香港证券ETF 近期香港证券ETF有走强的迹象 我们要知道香港证券 国内在香港上市的这些证券公司 它的估值会比A股要低得多 所以说如果从估值角度出发 看好券商 香港证券ETF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 这个品种香港证券ETF代号是513-090这个方向 可以值得去研究一下 然后恒生国企ETF这个方向也值得去关注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强调今年市场的两大核心主题 一个就是货币适度宽松 会引导大金融方向的估值扩张 也就是大金融的银行保险券商方向看多 还有一个就是央企国企方向看多 就比如说今天中智头出现集体的大涨 那么这个方向呢 如果你要从ETF的基金去看呢 恒生国企ETF方向 它的整个估值会比国内的还要低 所以这个方向近期也是在底部出现了一个放量 那么在ETF基金当中 这个也值得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么再往下看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在指出 由于一月份中上旬的时候 上证50和护生300ETF是出现了一个大跌的 走势并且是超预期的大跌 从5块2毛2.27跌至4.791 这么大幅度的下挫 基本上是已经跟去年7月下旬的一个快速的杀跌相匹配了 那么7月下旬扎跌完之后也是出现了一个回升 虽然说没有全部回升啊 但最起码的话也会回升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说接下来 护生300ETF包括上证501ETF也都是以看涨为主 尤其是今天上证501ETF并且还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放量上涨的话是距离现场比较久了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调整完之后出现了放量上涨 比如说这一天是在9月1号的放量上涨后续继续上涨 然后在9月27号的放量上涨后续继续上涨 然后在这一天的上涨也是有充高的动能啊 那么这一次是在底部的一个放量上涨呢 我们认为上证50和护生300ETF接下来我的观点是继续看多啊 各位怎么看的话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或者怎么去研究这个方向的 我是继续看好的 好了那么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些像什么中证500啊 这些东西MACI A50啊 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指出只要A股的主板方向开始走强呢 那么像中国的A50 ETF基金MACI A50也好 还是中国A50也好 这个方向也都值得去逢低研究 这个点这项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没有改变过 因为我们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 中国的核心资产方向上涨50和护生300这两个点 一直属于低估的状态 既然是低估的那基金嘛 本来就是求稳 然后整体的收益率不需要求特别的大 那既然稳一旦有低位的时机 那就是更稳的一个方向 所以A50方向的话 目前我们的核心的观点是 依然是低位逢低看机会的阶段 好这个也是A50 ETF啊 放在一起 那么再往下就是中概互联ETF这两天出现一个调整 那么这个方向我们讲过 中概互联ETF只要是在一下方 也都是看机会的一个时机啊 好了 这个方向我们讲完了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 这样创业版的50 ETF呢 目前就不敢多看了 因为创业版方向由于有宁得时代这一个因素 一旦主板蓝筹上涨 包括主板的大金融上涨 往往宁得时代会起到一个压制的作用 所以呢 创业版方向的50 ETF呢 那么我就不做研究了 因为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一个不可控的风险的 银行ETF啊 今天继续上涨 我们在今天讲主题逻辑的时候讲到 银行板块指数出现了一个穿刺的形态 那么ETF方向也是出现穿刺的形态 也就是一根大阳线出现了反暴 所以接下来是继续看多 证券券商ETF在低位 这两天的反弹都是数量的 表明它的行情还没有到来 接下来券商出现一根大阳线 是一个比较大的概率 对于券商方向的ETF基金 我也是继续看多的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就是属于50 ETF 基建50 ETF 我们讲了 如果说看好中字头蓝筹方向 很多人不知道去看这一个基金 那么基建50 ETF的基金 它就是属于重点的中字头 那么基建ETF的话要稍弱点 因为基建50都是以中字头为核心点的 这是房地产的ETF的话 这个跟银行一样都是属于大金融板块 继续看多的 那么接下来比如说食品ETF 还有酒ETF 消费50 ETF 这些方向吧 暂时我觉得还不太敢去看多 因为一旦市场主板方向轮到了 大金融中字头方向上涨呢 也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事了 所以呢 对于其他的所以的ETF呢 很难判断 一般来讲 我的风格是当我难以判断 难以理解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干脆就不去往这个方向想 我们去做自己能够判断 能够看得懂的方向 就比如说主板地位蓝筹这几个方向 大金融啊 中字头啊 这些方向 包括A50啊 这些方向 那何必要去做自己看不懂的 所以说对于消费也好 白酒也好 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一个模型当中啊 依然是属于难以看懂的方向 白酒呢 要比其他的要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A50要上涨 贵州茅台多多少少都是要回升 那么贵州茅台一旦回升呢 就容易带动白酒ETF回升 所以说白酒ETF 今天也是出现个泛量 所以说我们认为白酒ETF呢 要比其他几个要确定一些 底部反弹的概率比较大 这是白酒ETF 那对于像养殖 目前整个穿山甲已经是闭合了 那么一旦闭合之后呢 接下来的风险值就比较大 或者说就变得难以判断了 所以说这个方向呢 虽然说有一个小的下影线支撑 那么我认为进入到观察期 观察期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趋势不明朗的时候 仅仅是观察 不便轻易出手 这叫做观察期 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 有色金属ETF 刚才我们也讲过了 大宗商品出现上行嘛 所以说对于有色板块 煤炭板块的ETF呢 我们也都是继续看多的 军工ETF也是继续看多的一个方向 因为军工板块 我们讲过很多次 整体向上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再往下来看呢 像这个新能源车ETF啊 今天出现了一个适当的调整 基于锂矿整体方向 持续在涨价 锂电源料在进行涨价 我们认为新能源 包括这个光伏ETF方向啊 像农机股份又开始重新涨价了 那么这个方向 经过一轮的调整之后呢 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产链 是可以继续看多的 那么对于这一系列的半导体啊 计算机啊 电子啊 芯片啊 这些东西 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 要继续观察 因为数字经济能否成为 一个主流的热点呢 还得多观察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向毕竟 没有真正的业绩之身 一旦市场转向四季度的 一个年报 预披露行情之后啊 那么我会发现 无论是芯片也好 半导体也好 计算机也好 多数的个股业绩 都是差强能益的 所以这个方向 能否形成大级别的 这一个炒作呢 我个人认为难度很大 所以这个方向呢 还是多观察为主 轻易出手 容易追高 好 讲完这个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金面的变化 资金面的变化 毫无疑问 今天应该是有很多 主板方向 居前的 那么中原海控啊 今天是近流入了 八个多亿 中国能建 近流入八个多亿 三峡能源 近流入八个多亿 中国建筑 流入八个多亿 那么中国建筑 中国能建 都是属于中指头方向 宁波银行 流入666亿 666 比较顺 这是属于 大金融板块 然后万科A 房地产的 大金融板块 然后中国电建 中指头 还有像这个平安银行 也是大金融板块 但是我们发现啊 今天近流入的额度 都不算大 这就表明啊 目前的市场 依然是谨慎的状态 还没有说形成 一个真正的 大级别的 反攻的行情 这就表明市场当中 依然是有很多的资金 偏谨慎 所以流入的幅度都不大 你看比如说 中国中间涨了六个多点 也就流入了三个多亿 包括中国建筑 涨了八五个多点 也就流入八个多亿 然后再往下看 你看中国石油 今天大涨 近流入的额度也不大 只有三个多亿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整体近流入居前的 都是属于中指头 再加上很多的周期股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一个 铜矿方向的紫金矿业 今天流入也是居前的 涨了两个多点 流入五个多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云旅股份 也是属于周期股方向 有色板块 中国石油是属于石化 能源方向 进空煤液 三个多亿是煤炭板块 中国石化 生活股份 煤炭板块 干风里业 里矿方向 干风里业值得说道说道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里矿 什么时候涨 核心点要来看 龙头企业 干风里业 什么时候止跌企稳 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干风里业 貌似有一个止跌企稳的迹象 一旦干风里业出现了一个上涨 往往意味着 里矿板块 也就开始重新走强了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排名 在30左右的 中国铁剑 中国中野 中国神华 都是中指头方向 所以说今天市场 整体的格局是什么呢 中指头 加周期股资金流入居前 然后还有部分的 银行板块 大金融板块 资金流入居前 这就意味着目前市场已经是从今天的状态来看 彻底的转向了主板低位栏筹 这一个点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主力逻辑核心的观点 就是强调 接下来A股主流的行情 只有切换至主板低位栏筹 走低估值修复行情 市场才有可能 迎来一轮较好的上升行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资金 板块资金 今天第一大点的是 互股通流入100多亿 很多人对于互股通可能不太了解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互股通的指数 你们来看一下 从来就没有说像大盘一样出现过 这一个熊市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级别图 周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 互股通这个地方是2020年7月份 它是一直在不断的创新高的 什么叫做互股通 互股通方向就是 北向资金可以交易的上海的股票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指数是在不断的创新高的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深股通 深股通也是在不断的创新高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北向资金去交易的品种 它走出的是切切实实的漫流的行情 这跟A股完全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们把握了这个点 你们单纯只从深股通 互股通方向去交易个股 那么你们就会发现 市场整体走的是一个漫流 不断创新高的行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北向资金 不断的买入创历史新高 因为他们是在不断的交易这些方向 不断的是在挣钱的呀 好了 这就是轻易的讲一下 这一个深股通跟互股通方向 给大家讲一个点 以后大家也就知道 从什么方向去研究 那么MSCI今天也是近流入80多个亿 这就表明外资靠好的方向 继续在近买入 央企国资改革 虽然说今天板块指数没涨 但资金流入比较大 还有标准道琼师 所以说今天市场的上涨呢 绝大多数是跟外资进买入 是有关系的 中指头股票 政经持股 国家队持股 在买入 这就说明今天的整个上涨的方向 中指头方向 很多也都是国家队的资金 所以说目前市场 整体的一个表现 都是机构买入的品种 居钱 然后风电有一定的买入 银行有一定的买入 整体的方向呢 还是符合我们整个逻辑的 好了 讲完这个点之后 我们再对整个板块 做一个梳理吧 我们来看一下 概念指数方向 今天又是集体调整了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讲过 概念活跃 利好市场 为什么呢 概念 概念板块连续大涨 连续涨率们容易吸引 很多想赚快钱的资金入场 场外资金进场 另外一个也会逼迫 很多赏户资金 绝大多数的一些不坚定的资金 会把低位的筹码抛掉 抛掉之后 主力机构很喜欢低位吸筹了 然后主力机构吸筹够多的主板低位栏筹 转向主板低位栏筹上涨 所以昨天我们强调的是一些题材高度活跃 是利好市场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个投资者要去参与高位的题材 因为如果说你短线做不好的尽量不要去做 如果说你自己短线做的好的 那无所谓 我们来看一下元宇宙 元宇宙方向呢 我们在讲大方向上来看 元宇宙正正淡淡走高的逻辑并为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元宇宙 它会有很多的公司不断的加入进来 包括很多的一些硬核科技公司 市值比较大的 都会参与到元宇宙 就比如说今天市场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微软赤之六百多亿美金 收购一家游戏的公司 极有可能也是进军元宇宙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所以说元宇宙整个指数在向上涨 但是个股交易难度却很大 为什么 因为元宇宙的个股越来越多 它本身内部炒作的品种交换就很多 所以说一旦选不准一些方向的话 也很难去挣钱 那么今天元宇宙也是出现了一个泛量的杀电 短期而言 如果说主板低位难度继续上涨 元宇宙可能高位会继续震荡 所有的题材热点方向 我们的观点都是很简单的 那就是高位热点题材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去追涨 那么对于低位的这一系列方向呢 比如说低位的周期股的方向 像什么千辛啊 铝啊 铜啊 浮化工 零化工方向啊 我认为这个方向的话 是属于一个长期调整的低位阶段 可以积极去关注 这个方向呢 是看多为主 高位题材呢 注意风险为主 无论是这个股矿也好 因为像这个华与股业 四季报业绩也是继续大增的 所以说对于这些 里孤矿业绩 表现出来股价没涨呢 那么后续就是留下了一个机会 换电概念啊 这个板块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 因为像您的时代 已经推出了一个快速的换电的模式 就相当于以后 磷酸填里的这个动力电池啊 你不可以 你不需要去这个买这个电池了 那可以省好几万块钱 然后呢 只要到这一个充电桩 换电桩 换个电池就好了 换一次应该就是一两分钟 跟加油差不多快 那以后就有利于整个新能源汽车 继续爆发 那么这就是属于换电概念啊 这个换电概念 我觉得接下来 一万七句看多 但是换电概念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就是有利于续航里程 不是特别强势的磷酸铁里 进一步占领市场 那么磷酸铁里就会 立好零化工方向 零化工横盘震荡 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讲零化工啊 它走的是一个大周期 目前高位长期横盘震荡 其实是好事 如果说要跌 早就已经暴跌下来了 那么现在走高位的横盘震荡呢 或许也是为后续的行情做准备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一个整体的方向啊 好了 讲完这个方向之后呢 对于氢能源锂电池板块 我就不过多的去说了 因为锂电池板块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对于锂矿资源方向 是坚定看多的 这是我们的核心观点啊 当然不代表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话 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理解即可了 因为我认为锂矿持续涨价 锂电原材料涨价 跟锂电方向的锂矿资源 锂电原料的个股 持续的调整是相当大的背离 是背离迟早就得修复 修复有两种模型 一种就是锂矿价格 忽然间暴跌 还有一种就是锂矿概念股 忽然间大涨 这就修复了 那么锂矿价格 忽然间暴跌的概率大不大呢 我认为目前很难 因为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你想让锂矿概念 锂矿价格大跌 在目前这个阶段 可能很难去实现啊 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方向 那么对于大宗商品也好 有色金属 煤炭开采这个方向 刚才讲ETF讲过了 我们继续看多就好了 水泥银铁 包括中字头 也都是继续看多的 好讲完这个方向之后呢 那么中字头的一个看涨呢 它其实跟港口韩运是联动在一起的啊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这一个富士A50股指期货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拉升了啊 这就表明目前主力机构资金啊 还是看好A股 接下来上涨的韩运 我们讲的春节 前期一月份中下旬以看涨为主 那么既然看涨为主 接下来像这一个银行 今天出现上涨了 那么重点就是要看证券板块 能否像今天中字头和银行一样 出现个集体的大战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对于白酒板块 我们刚才讲ETF已经讲过来 就不再赘述 好了 今天晚上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重点是把这些低位的品种 以看多为主 高位的品种 看风险为主 谢谢大家收听 听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还听下去了 那就得给我点个赞了啊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